早晨 今天是2024年2月26日星期一 欢迎收睇开市追障阿姑 今早我们有太风东方资产管理的基金经理朱进文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始 朱sir 今个星期大事有什么焦点 我们今个星期是期结 所以可以看看指数可否在期结的情况之下 到关注近乎是本月的高位收 因为今个月整体的市场表现挺好的 通常好的话都会夹到尾 看看是否真的这样走 另外美股到关注没什么特别的趋势 主要是等到三月中左右的议息会议 看看到时又会说些什么 在美股业绩期里面 已经去到很厚的尾声 所以真的暂时没有太大的新闻会发生 对 数据上美国可以留意着PCE数据 今个星期尾会公布核心PCE和PCE数据 观众朋友 如果你都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亚迪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 HK ETF 在聊天室里面 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个别发展的 道指和标指再创出新高 道指轻微高开后 早段最多升213点 收市升62点 收报39,131点 标指一度突破5,100点 收市微升1点 收报5,088点 两个指数创了即市和收市新高 纳指收市跌了44点 收市失手16,000点 收报15,996点 欧洲股市普遍做好 另外纳指金融中国指数上升0.6% 一起看看焦点科技股 各别发展的 苹果要跌1% Tesla要跌近3% NVIDIA一度升近5% 高位见过823美元 收市升幅收窄到0.3% 收报788美元 SMCI宣布发行可换股票据 股价要跌一成 另外旅游网站booking.booking 上一季的业绩受到耳巴战争 和汇率波动的打击 股价要跌一成 2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是普遍向下的 阿里巴巴截合74.29 腾讯截合289.1 汇控收市截合59.78 看看亚太区股市的情况 看看外围市况 日经平均指数 现在早段继续向上 现在升超过200点 在39,000点流上 继续在39,306点 首义终合指数向下跌18点 适量普通股指数升12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跌32点 刚才说到 标指和道指 再创出即市和收市的新高 周末期间 巴棍公布了 最新的业绩和数据 大家都留意着 它的封面以一个黑色封面 里面也有很多言词 说到纪念和怀念这个芒格 但大家都会在它过去一年的投资取态当中 就打算取经 大家留意到就是 它持有现金水平 其实创了历史新高 朱sir 你觉得对大家投石 如何去看美股后市的时候 这个数据有没有启示呢? 我相信这个启示也未必太大 因为它现金水平 其实由两方面贡献了 为什么不断创新高呢? 第一个重点就是 业绩本身持续来说是理想的 中间来说虽然会有一些业绩性的波动 波动主要是来自一些投资的 所谓的收益 因为你每一个人投资都有波动 未结算的 是一个投资的所谓的 所谓的普通线 都会计算到业绩那里 看看你计算益还是浪益的 就是所谓的业绩 变成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或多或少都有所波动 或者在长期的角度来说 特别是保险的业务 所贡献的现金流 或者其他的 可能投资了一些股票所收的股息 实际上也很确定的 变成在这方面贡献了业绩 令到现金水平不断断季 都有一大堆钱流入 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第二个公司 也是一个投资控股型的公司为主 它不像一些 譬如说一些晶片类的股份 特别是一些 譬如说晶片设备类的股份 就是打个比喻 它要不断投资 赚了多少都可以 不断更新计计计计计 那巴棍有什么计计计计计计 只要老人家的脑部 保持青春常珠 那么清醒 不知能力那么高 保持健康的脑袋 已经够了 这才是最大的风险因素 是成功和风险因素 所以其实在钱、银方面 这家公司也是神奇之处 就是理论上不需要进行近乎任何的再投资 是 变成在这样的角度 现今是不断堆积如山 是很正常的 而我们就是说 在现今的水平创新高之外 其实为什么仍然都觉得 对市的啟示不大呢 因为也很老实说 反向推论的话 现在纳指或者道指 是分别38,000 和大概16,000的水平 你反向推论的话 在这两年里面 试打一个低位 你来说看 低于现在的价格 起码是20-30%不等的 既然在曾经的价格出现过低 2-30%的情况之下 老巴依超过1万亿港元以上的现金 他都没有出手的话 那现在这样的价格 99%他更加不会出手 对不对 那变成了这笔钱 可能他仍然都觉得 可能说他投放在这里 或者投一些 其实他也有投的角债 他之前老人家也是充满智慧 其实曾经醒过债润投资者一句 就是说 当那个是所谓的债价 就是债的利息去到5厘的时候 他曾经有说过 其实投尾债 其实是现在最聪明 和最正路的投资者的一个方式 其实他曾经在公众 是行谈过说这一句 你做那一刻 那时你试试看 原来就是债券价格 便宜到爆那一刻了 OK 那变成了这笔钱 我们也相信不是任何东西都不做的 可能会做一些短期的投资 而我们也很相信 这笔钱在将来的未来里面 就算买了Couchwood 你看到美股进入了 是一个跌市或是熊市的初中段 我估计这一万亿都不会出手 直到可能要比美 可能09年去抄底高盛 或者抄底Oxed 这些绝世的良机 可能这笔钱才会动手 是的 好 我们刚才就在说巴郡的投资 而且他特别提到 就是永久持有的 就是五大商社和西方石油 你觉得这些水平大家又值不值得买入呢 西方石油就是这样的 背景就是 其实它去年有上升 但始终比起我们香港中资的石油股 它是跑输的 反而五大商社就是 大家对日本投资 其实现在大家都很热切 但日股已经创新高了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这两个投资 他给了一些信息给大家 大家又值不值得跟他去直接追呢 首先其实有时一件事就是 我成本决决决定了命运 这个是吧 就是好像 跟你的NVD一样 对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叶蔚达 你其实是 老实说 你不追那些人 什么价格你都觉得贵的 这个 就是你事安倒流 其实在不够90日之前 其实他都有四个水 这些是特便的时段价格 这个宵夜特便价 这样去给你的 相对是正价便宜了一半 因为有些火锅店 他的宵夜价格 是便宜过正价一半的 然后这个宵夜价 你也不去光顺一次 然后就没有了 有时其实成本价 都决定了那个人 去说硬硬的语气的程度 是去到哪里的 但其实你倒转 应该温和一点 这样说 其实他这两个标的物 我都觉得是相对其他 那些很暴力的投资 是比较斯文 和是比较是温和很多的 是 温和的定义就是说 这个你不要想 就是说我搭车 搭车之后 好像小朋友 就是说我由今天 现在几日 2月26号开始 一开始那刻就不准再跌的了 这个股神 有佛光普照 这个为什么会跌的 这个跌一元 我都不接受的 这个这些完全是 很小朋友的行为来的 首先你要明白这件事 这个不是说我跟着 我立即就赢多少 不可以这样的 就是一个成熟的 一个理性的一刻 这个是第一点 而第二点就是说 其实你倒转 我觉得这两个标的物 他每一套的空间 都应该不会大 这个 我觉得特别来说 是Oxie 因为Oxie 其实你刚才说得很好 他有两个重点 第一 他真的跑输了 就是我们香港的一些石油股 上市的几只 可有 石油等等 而第二就是 我想科普一些的知识 其实我之前都在不同的channel里面 说过 甚至有学校也说过 其实计算石油股的内在的价值 是有 譬如说 除了很讨论的一些basic basic这个字 不是一个负面 或者看低的词语 譬如说一些很简单计算的科巴 譬如说股息率模型 或者是市盈率模型 或者是其他那些 这些都可以翻译到 是石油股一些的价值 第一 石油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行业 或者在资源里面是一个比较特殊性 所以我也想先说个结论 其实石油股 是有自己另外一套 是专门属于石油股自己 只是自己本身的一些精算的模型 其实来说是有的 而这个模型 其实是第一个近乎是发扬光大的人 其实倒回来说是鲁巴 因为鲁巴正正是用这一套模型 就是在当年03年成功完美地 抄纵了中石油的底和顶 就是底入高出 它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的 所以如果我们照抄回鲁巴 虽然这个方式不是他原始是他发明的 如果有些聪明人 你看回石油股一些报告的话 他都会若干若少明示暗示给你听 这个方式是怎样做的 但是无论哪个发明也好 不要理会了 就是说如果用回这一套的方式 我们拆解完之后 我们再放进去 譬如恒量海油、石油和Oxie来说 好吊位你 其实根据这个模型 Oxie本身是最 对比的石油股来说 是最不值得投资的 其中一家 可能是价值是偏贵的 之如此之类 但是我们就有一个很震撼的看法 就是为什么明明是你自己 近乎是发阳光带一套的模型 是显示这只股是最不值得的 还是为什么你抱它上身 抱得这么紧要的呢 不但口头上说是永续持有 而且你的手 也是动作不断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 我不想说旁边学 一个旁观者都很想看真相究竟是怎样 所以既然他都用 他都一直是抱着这个公司的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所以我们都起码不敢太过看淡这间公司 最后就是说 日本其实五大商社的角度 其实巴菲特 他也是看中了 比如说开始日本的企业 都相对特别以前 是比较重视了股东权的回报 因为日本公司不久有个模型 就是股东权的回报 长期来说都是偏低的 就是只有那些个位数字 中高位数字的ROE 但是近代日本的企业就开始有所改善了 开始出现了一些ROE 相对来说是接近 或者等于是美国的中水平公司的ROE的水平 感谢观看 接近